卡普能安安稳稳地当海军英雄 少不了三个女人的支持 在生活上 达旦对卡普的支持最多 早年间 达旦在东海只是一名小海贼 赏金也只有780万贝利 卡普抓捕达旦之后 并没有将他关入海底监狱 从此达旦有了把柄在卡普手中 对卡普也非常畏惧 22年前 卡普带着还是婴儿的艾斯来到东海 要求达旦抚养艾斯 达旦是一万个不情愿 迫于卡普的威胁也只能当起了艾斯的羊目 嘴上说着要把艾斯赶出门 心中却非常担心艾斯的生命安危 过了几年 卡普又将7岁的路飞送来寄养 达旦依旧是不情愿 迫于卡普的威逼 也只能乖乖听话收养路飞 对于收养艾斯和路飞 达旦表面上非常不情愿 生到了两个小孩有难的时候 达旦也能豁出性命保护路飞与艾斯 卡普能安心在海军中抓捕海贼 也是因为达旦为他解决了后顾之忧 在SBS中 韦田回答过关于路飞母亲的问题 韦田明确表示路飞的母亲不温柔 是一个外表凶悍 性格暴躁 内心却非常善良的人 对应起来与达旦非常的符合 对路飞本人来说 达旦一直像母亲一样照顾自己 也把达旦当成了养母 在工作方面 对卡普支持最多的女人是贺中将 年轻时期的贺非常漂亮 整天与卡普和战国混在一起 也算是互相帮衬的好友 贺中将变老后 带着宝石耳环和手镯 有点附加千金的味道 在顶上战争 眼见艾斯被处刑 作为爷爷的卡普却无能为力 赫也看出了卡普的无奈 安慰卡普不要把艾斯的事情放在心上 即便他身为海军英雄也不能改变什么 还有路飞闯入海底监狱后 战国指责卡普没有管好自己的孩子 害得他与赫动用了很多关系 才将路飞大闹海底监狱的事情压住 可见赫与卡普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同事关系 而且赫与卡普相处的时间最长 路飞的奶奶是谁 以及龙的老婆是谁 赫中将都应该很清楚 世界会议期间 四皇大妈与凯多通电话 表达了要去和之国取下路飞的脑袋 大将后补逃兔听完后 反应比卡普还要紧张 对路飞的生命安全非常担心 也能看出来逃兔平时很为卡普捉强 逃兔作为大将后补 也算拥有大将级别的实力 他的配刀金皮罗会是无上大块刀吗 欢迎海米留言讨论